近日,退出一军人LINE群组,与Facebook脸书媒体流传辅导会含请部分民营公司提供支领军职退休奉人员每月薪资,并转述退奉人员如任职民营公司薪资超过33,140元急需停奉等,为免退出一袍则误解,辅导会特澄清说明如下。 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服役条例,于107年6月23日修正施行,该条例第34条条文对于领奉或赡养金人员就任或在任职务机关,构,范围之界定,与公务人员一致,明定之领退休奉或赡养金之军官,事官,如有就任或在任, 一,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薪酬总额超过公务人员委任第一职等本凤最高凤额及专业加给合计数额,目前为新台币33,140元。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之职务。 三,由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且其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 四,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士、财务或业务之团体或机构之职务。 应停止领受退休奉或赡养金,致原因消灭时恢复。 针对上开条文规定之就任或在任机构、权序部退辅司107年8月16日于网站公布, 政府捐助、赠、之财团法人或政府继所属营业、非营业基金转投资事业会整表。 辅导会依服役条例上开规定,并参照权序部会整表,查验之领退休奉、赡养金之君, 事关领奉资料与功劳保投保记录,将符合停奉人员名册含请任职单位提供其每月固定之领薪酬总额, 再具已平办退休奉停之时宜。 退除袍则如对个人领取薪酬或对救,在任职务人有疑亦需身负者, 可电洽辅导会退除几副处,02-2725-5700分机756-736-447或国防部02-2311-6117分机637120年2月3,询问。